大家好,我是六博士,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新闻内容 首先是关于香港新国安法的报道 这项法律正式生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 澳大利亚和台湾敦促公民保持警惕 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新国安法 可能对香港的民主和自治权产生的影响的担忧 接下来是有关中国一名退役空军上将刘亚洲的报道 刘亚洲被判处无期徒刑 罪名是贪腐和利用基金会敛财 刘亚洲被认为是对习近平构成威胁的人之一 这个故事展示了中国政治内斗的严重性和残酷性 还有一则新闻是关于一名女子在台湾发现丈夫出轨后 飞回泰国桌奸在床的故事 这个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情感的冲突 展示了人们在面对背叛和伤害时的不同反应 此外,我们还报道了英国凯特王妃罹患癌症接受化疗的消息 介绍了化疗的副作用和对患者生活的影响 最后一则新闻是关于一名男子在澳门参加喜剧节时 倒地装死逃过一劫的故事 这个故事充满了惊险和反转 展示了人们在危险面前的勇气和智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作为观察员,我认为这些新闻反映了不同社会中的人们在面对挑战和困境时的各种反应 无论是国际政治的动荡,个人命运的起伏,还是生活中的意外和危险 我们都需要保持警觉和勇气 以应对未来的变化和挑战 现在,我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莫斯科恐惧背后的ISSSSK是谁为何攻击俄罗斯? 星岛头条莫斯科市交克罗库斯音乐厅Kroger City号发生恐怖袭击 伊斯兰国呼罗山分支ISSSSES官员也表示 他们掌握的资讯确是ISIS所为 路透社整理了这个组织的背景 以及恐惧俄国的动机 ISSSK是谁? ISSSK级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山省呼罗山库尔森源于波斯语 一级太阳升起之处 古代呼罗山包含今日部分的伊朗、土库曼和阿富汗地区 伊斯兰国呼罗山分支2014年底在阿富汗东部出现 很快就以极端残暴著称 ISSSK是伊斯兰国IS活跃的地区分支之一 全盛时期为在2018年左右 但只顾成员数量持续下降 主要是遭目前在阿富汗执政的武装组组 塔利班、塔利班、塔利班和美军中创 美国曾表示 自20阿富汗撤军以来 他们针对ISISK等阿富汗极端组织的反情报能力已大果如前 专家表示 亚埃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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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普京 华府国际情报与安全顾问企业书凡集团 俊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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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穆斯林的共犯 他还说ISI对上一些对莫斯科怀有不满的中亚武装分子 香港新国安法正式上路 澳台敦促公民旅行保持警惕 网络媒体 香港新国安法正式上路 澳大利亚 台湾敦促公民旅行保持警惕 HTTPS T.CO Honecker's Folk 云Dash 美国之音中文网 At VOA Chinese March 23 2024 香港新的国家安全法于星期六3月23日在香港正式生效 尽管国际社会的批评日益增加 并认为该法可能会侵蚀香港的民主 自由和自治权 现由中国统治的香港因曾为英国的殖民地而享有高度自治权 香港的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于当地时间星期六五页生效 并被发布在政府网站上 几天前 香港立法会议员一致通过了该法律 以快速推动立法来阻决当局所谓的国家安全漏洞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五3月22日晚上签署了这项新国安法 他称其完成了历史使命 不负中央所托 不负国家信任 澳大利亚和英国星期五在阿德莱德举行的年度部长级会议后 批评了中国在香港的行动 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对自治 自由和权力持续的系统性侵蚀深感担忧 澳大利亚和台湾更新了对香港的旅行建议 敦促公民保持警惕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 你可能会无意中触犯法律 并在没有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被拘留 并被拒绝会见律师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则提醒台湾民众 若要入境香港 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以及过去是否曾在社群网站上批评过中国政治 经济情势或手机是否留有批评中国的讯息 对于部分国家和地区对香港国安法的提醒 香港当局发声明对这些以虚假 歪曲事实及危言耸听言论 散播恐惧的政治操弄 予以强烈谴责 联合国和欧盟批评了这项新国安法的急速通过 因为港府3月8日才提交草案 3月19日立法会就对该草案二读辩论审议 三读通过立法程序 3月23日就已刊线公布实施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早些时候表示 令人震惊的是 尽管人们对许多这项法案的规定 与国际人权法不兼容之处表示严重关切 但如此具有重大影响的立法 却加速被立法机关通过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表示 这项法律将对在香港的美国公民和企业 产生广泛影响 布林肯在国务院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我们与其他国家一样 担心香港当局可能会在其持续的跨国镇压行动中 寻求在域外适用新立法 并谴责试图恐吓 骚扰和限制美国公民和居民言论自由的行为 基本法第23条涵盖五大类罪行 叛国及相关行为 叛乱 煽祸叛变及离叛 以及具煽动意图的行为 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等活动 及境外干预及组织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 新法对于叛国 叛乱等罪行进行严惩 一旦罪成 将可被判处7年或以上徒刑 最高可处终身监禁 不少外交官和企业 都对该法密切关注 他们担心 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 中国和香港政府则辩称 这是在2019年 延续数月的反政府抗议后 恢复秩序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 也有许多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 和活动人士被监禁或流亡 自由派媒体和民间社会团体被关闭 据官方数据显示 迄今为止 已有约291人 因违反国家安全罪被捕 其中已对174人 和5家公司提出指控 海外香港人计划 星期六在英国、台湾、 加拿大和日本举行抗议活动 此文参考了路透社的报道 适才傲物、桀骜不驯地对习近平构成威胁 刘亚洲被判处无期 包养情妇 利用基金会敛财 VOA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党内高层顺利铲除团派人马 并对军队高层大刀阔斧 展开清洗之际 对具有太子党身份的退役空军上将 刘亚洲的处置 备受瞩目 近日再次有消息人士称 被捕多时的原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 刘亚洲上将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罪名是贪腐 利用基金会敛财 这被分析人士视为 习近平继续整肃清洗军内一己的一部分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 民运领导人王军涛博士 日前告诉美国之音 刘亚洲去年底已被判无期徒刑 王军涛表示 他从知情者出获悉此消息 并且通过刘亚洲的亲戚得到确认 他说 我说刘亚洲会怎么处理 他刘亚洲亲戚就说 关一辈子吧 不让他出来 我说判了吗 他说已经处理了 我说什么事啊 他说生活作风问题 什么包养情妇吧 后来我知道还有经济问题 包养情妇怎么能判无期呢 2021年12月下旬 北京就传出 刘亚洲和他的五弟 曾经担任解放军空军武汉基地 政治部主任的刘亚五大校被捕的消息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 去年4月18日曾经在推特上说 国内网继续批判刘亚洲 首要罪行仇视毛泽东 目中无人 两面派 与经济罪不沾边 网上刘亚洲出版物全部下架 百度网只保留他 2012年18大之后 在党报 军报发表的文章 时隔一年多以后 在中共二十大和中国十四届人大 确认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和国家 至高无上和几乎终身制的地位之后 一度出现刘亚洲被判死缓的传闻 刘亚洲出示被捕的案情和判决的相关情况 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或证实 外界并不清楚刘亚洲被审判的细节和具体日期 美国之音通过手机短信联系 了刘亚洲的3D 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 他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 表示我就不谈什么看法了 刘亚洲的父亲刘建德 1939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新四军 生前曾经担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官拜副军级 因此刘亚洲兄弟五人也算得上广义的红二代 刘亚洲和同时代好多红二代一样 虽然经历了文革 但属于幸运者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时 他进入了让人们羡慕的解放军 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 进入大多数同时代年轻人 可望不可及的大学学英语 在武汉大学遇到时任副总理 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 二人结为连礼后 刘亚洲跻身最上层的红二代 一称太子党 一跃成为驸马爷 2012年7月晋升为空军上将 炙手可热 在纽约的作家毕汝协来自北京 自幼生活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大院 其父曾任职于中央部委 2023年2月底 毕汝协在网上援引北京消息人士 老哥们爆料称 习近平内部讲话说 刘亚洲有政治野心 爆料指刘亚洲彻底完蛋了 内定死缓 世财傲物 桀傲不逊的刘亚洲 毕汝协对美国之音表示 刘亚洲是个天才 让人不得不佩服 遭到跟他差不多同龄的习近平度恨 难得的一个全才啊 看见刘亚洲 我才能够想起什么是司马迁所说的那种不羁之才 就是他那才华就跟那个脱缰的野马一样 你杀到哪都让人惊讶不已 还有你会赞叹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啊 同时 刘亚洲也是一个世财傲物 桀傲不逊 自视甚高的人 毕汝协说 刘亚洲当然是从年轻时代 就是从20多岁时候我们就很知道 他是桀傲不逊的人 因为他那个时候说话已经完全和他的年龄 地位 资历不符合 2024年2月21日 刘亚洲编撰的《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一书 或纽约出版机构伯登书颁发的最佳翻译理论著作讲 其弟刘亚伟 带为领奖 伯登书负责人 当代中国评论 纪刊主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 此讲颁给刘亚洲 是为了表彰他的学术成就 与他在中国涉案细域毫不相干 荣伟说 他、刘亚洲 个人判刑啊 什么罪啊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只是因为他的书 他表达的思想 因为我们这个独立出版社 专门出版独立学者 有独立思想 有独立研究的这样一些人的学术著作 我们是出版学术类型的一个出版社 因为他的思想 包括李安有评价 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 一位中国的可以称为学者 作家或者将领 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中共判他什么罪行 那是中共的说法 最后还是要历史来评价 香港开放杂志2005年4月号 刊登过一篇高瑜的文章 江泽民军中高参刘亚洲 中共太子党少壮派军人的野心 文章说到刘亚洲的自负 他自诩为 在军人中 我是读书的 在读书人当中 我是军人 高瑜还写道 2002年 他进入国防大学正军职干部培训班 军内称为龙班 是空军被选上的三将领之一 对这个班 刘亚洲有以下结论 第一 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 但是来的肯定是最好的 第二 将来军委领导 总部领导 很可能从这30个人中产生 甚至更高 也未可知 毕如斜说 他是一个奇迹 刘亚洲是一个奇迹 他在所有方面 在过去他所有能出现的领域 官场 生意场 情场 战无不胜 所以人们常说 性格至命运 对他的这种命运 最后今天的这种命运 也许他被他的性格所决定 反美 亲美 改革 拥习 刘亚洲在武汉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英语 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 做过一年访问学者 了解外部世界具有一定优势 有人说 他是中国军中的亲美派 改革派 毕如斜说 刘亚洲作为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 你看看 他九卷的刘亚洲文集 林林总总 各种观点思想相互矛盾 都有 他也鼓吹党的领导 他也遵从习近平 拍习近平的马屁 他也要自由民主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不能因为现在他落难了 就把他简单化 变成一面自由民主的旗帜 习近平上台之初 刘亚洲曾经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 他在2013年6月主持解放军国防大学 总政治部保卫部 总参谋部三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联合推出一部纪录片 较量无声 被人们视为高度反美宣传影片 指出苏联解体是由于苏联共产党自身否定 不代表马列主义失败 特别指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试图颠覆中国现行体制 这与习近平惋惜苏联解体 担心美国侵蚀中国的想法十分合拍 刘亚洲2015年还写过一篇文章 照耀中国梦的思想火炬 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大肆吹捧习近平 2016年10月 刘亚洲在一篇纪念中共红军长征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必须强化核心意识 坚决维护习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威 然而 他所做的这一切并未赢得习近平的信任 却于2017年提前退役 不甘寂寞的刘亚洲 被边缘化之后的刘亚洲并未销声 2018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 一则刘亚洲的视频流传在网上 在视频中 刘亚洲对着镜头说 今天是圣诞节 我们在路边小店欢庆圣诞 彼时 中国基本上不准公开庆祝圣诞节 在视频中还有刘亚洲的话外音说 有个人批评自己的朋友 你每天在手机上看那么多负面新闻 不怕心理阴暗吗 这个朋友反驳他说 徐才厚雷打不动 每天看新闻联播 怎么不见道德高尚呢 分析人士说 退役以后的刘亚洲 虽然不再有公开的话语权 但私下里仍然没有销声 在言多必失和不得妄议中央的环境中 刘亚洲在一次座谈会上 有关台湾问题的发言 终于惹怒了习近平 毕如邪说 他公然触怒习近平 就是他公然在那个座谈会上说这样的话 就说要解决台湾问题 需要有像毛主席那样的大手笔 伟大统帅 而现在的那个领导人不行 这样的话 这个深深地刺痛了小杜机场的习近平 毕如邪说 习近平整治刘亚洲 当然不会以个人恩怨作为理由 最方便的理由就是经济问题 和私生活问题 毕如邪说 他在男女关系和私生活他们的那些事情 怎么讲 用一句话来说 叫庆竹男书吧 所以在老百姓里 把他名声搞臭 这点是非常容易的事 刘亚洲那些事都不是编出来的 他这个贪财好色这些事 专案组的人说 他们不想整刘亚洲的那些私生活的事 但是刘亚洲一上来 自己就交代起来 毕如邪说 刘亚洲自己主动交代 他和国防大学七个女教师有染 其中包括三八红旗手 毕如邪还说 刘亚洲也的确有经济问题 毕如邪说 他好像那时候搞过一个理先念基金会 又搞过一个什么世界和平基金会 都通过这些地方 没闲着 他真谛是干了很多经济上违法的事情 而且他这已经是宽大处理了 换成老百姓的孩子 有十个脑袋也给砍了 毕如邪指出 这些问题当然都只是习近平整肃留亚洲妻子 中国报报道 这名人妻与丈夫育有三名子女 他到台湾工作后 丈夫留在泰国黎义府担任外送员 他日前从朋友处得知 他丈夫在当地有了新欢 而且两人3月20日约到饭店开房间 他急忙买计票赶赴泰国 抵达后直奔饭店 3月21日凌晨 将偷情男女捉奸在床 人妻看到丈夫与小三偷情的场面 当场失控 拿出一把美工刀 猛刺小三背部 及丈夫左肩 腰部等处 现在鲜血四肩 警方及医护之后或报道场 丈夫及年约25至30岁的小三受伤 被送医治疗 人妻则现场一边痛哭 一边坦言 是自己下的手 人妻已经遭到逮捕 依据泰国刑法相关规定 他将面临最重两年有期徒刑 及最重4万泰铢 约3.5万元台币罚款 凯特王妃离癌化疗中 七大副作用 网络媒体 久未露面的英国凯特王妃 Kate Middleton 于23日凌晨公开一段预录的影片 对外宣告已罹患癌症 目前正在接受化疗中 从画面中可见 他明显较以往薛兽不少 让许多人感到不舍 医生指出 化学药物除了破坏癌细胞外 也会影响体内正常细胞组织 常见的副作用包括 恶心呕吐 骨髓功能抑制 口腔黏膜破损 腹泻 掉发 疲倦感 周围神经病变等 但随着新药及辅助性药物的出现 已大幅减少其所带来的严重不适 关于何谓化疗 高雄长庚医院 血液肿瘤科医生吴嘉哲 曾在台湾 专题癌症基金会网站撰文表示 其是利用药物 借由不同基转去破坏 或干扰癌细胞的新陈代谢 以阻断癌细胞的分裂增长 然而 化学药物如两面刃 除了破坏癌细胞外 同样也会影响体内正常细胞组织 像是肠胃道粘膜 生殖细胞 骨髓造血细胞等 进而造成其相关的副作用 但通常过段时间后 就会恢复正常了 而许多病患 对于接受化疗新生恐惧 主要是认为其副作用太大难以承受 无加折则澄清 其实不完全是对的 他并说明 在早期化学药物 的确造成许多病患的困扰 但随着新药推出 以及许多辅助性药物的出现 已经大幅减少 且无以前那么夸张的副作用 即便现在病患有10年老或体弱 仍有机会接受化疗以控制病情 无加折进一步整理出 化疗常见副作用 包括恶心呕吐 骨髓功能抑制 口腔粘膜破损 腹泻 掉发 疲倦感 周围神经病变等 其中他提到 像是恶心呕吐 现今已有许多不同激转的植偶药物 能大幅度减少发生机会 或透过非药物的方法 也可以减缓症状 久未露面的英国凯特王菲 于23日凌晨公开一段预录的影片 对外宣告已罹患癌症 目前正在接受化疗中 图 Shutterstock 达致 吴嘉哲说 只要了解所接受的药物特性 以及医生给予安排的治疗计划与方式 经过充分沟通 相信治疗过程除了能有不错的生活质量外 也可得到很好的癌症治疗质量 这样吃海鲜 腹痛半个月发现单快被掏空 网路媒体 一名52岁男子 突然连续发烧半个月 还出现腹痛 咳嗽等症状 原本以为只是一般流感 不料服药后病况仍未好转 只好到医院求诊 结果检查发现 他体内感染了三种寄生虫 肝脏几乎快被掏空 医生进一步探究原因才知道 原来对方很爱生食海鲜 每周至少要吃上三四次 成为酿货关键 综合路媒报道 该男子就诊时向医生透露 他连续发烧半个月 最高还烧到39度 但奇怪的是 一般发烧通常都会伴随全身无力 但其紧合并肚子不适 偶有咳嗽的症状 服用了退烧药和抗生素 效果不明显 经初步检查 发现该男子的是 酸性利细胞异常升高 为一般人的数十倍 以及肝功能明显异常 而影像检查则显示 其肝脏上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浓种 看起来像是感染化浓 结合上述异常指标 医生推测可能是寄生虫感染 于是进一步询问该男子的饮食习惯 这才得知 原来对方常年在各地出差 喜爱品尝各式美食 尤其爱吃生烟海鲜 也就是把鱼、虾、蟹等海鲜或核鲜 用酒、姜、蒜等调味料腌制 在冷藏或冷冻制作而成 基本上每周要吃三四次 牛蛙火锅、蛇胆酒也是来者不惧 再做进一步检查 果不其然该男子确诊为寄生虫感染 其同时感染包虫、猪带掏虫和慢视猎头掏虫 这三种寄生虫 医生示警 其均可寄生于人体多种组织器官 如脑、脊髓、胃肠道、腹腔和皮下组织等 产生相应的症状 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后遗症和永久性损伤 不可不慎 目睹临坐女遭射杀 她倒地装死 逃过一劫 网络媒体 俄罗斯莫斯科外交克洛库斯音乐厅 22日爆发近十年来最严重的恐怖攻击事件 造成至少60人罹难 伊斯兰国ISIS宣称犯案 一名幸存者回忆 她当时因受伤倒地 亲眼目睹身旁一名女子遭到杀害 自己则是靠装死才逃过一劫 俄心社等报道 一名幸存的年轻女子 在莫斯科西北方的西母基 Kampi医院病床上受访指出 他们恐怖分子站在出口时看见我们 其中一些人跑回来 开始对人群开枪 我倒在地上装死 但我旁边的女孩被杀了 枪手扫射后发生爆炸 音乐厅燃起熊熊大火 该名女子提到 随着火势加剧 恐怖分子把会场大门关上 但没有锁门 他过了一段时间后 设法爬出会场 但四处弥漫浓烟 且周围空无一人 他才逃到户外 截至目前 枪手仍在逃 俄罗斯当局正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 警告莫斯科及郊区居民留意枪手踪迹 俄罗斯政府尚未确认范贤身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回应女教师与男学生的暧昧关系 网路媒体 3月23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发布情况通报 近日 网传我校医女教师与本校医男生存在暖昧关系 学校高度重视 于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 正在会同师生所在学院进行情况核实 目前 涉事师生已报警 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进行相关处理 赵本山县澳门 一身白衣加白发 走路带风向大哥 网路媒体 这几天的澳门 对于喜剧人而言无疑是一种狂欢 因为这几天在举办第一届澳门国际喜剧节 现场出现了众多国内的喜剧艺人 其实这届活动 早在3月11日就已经开始 可是却在内地都没有太多的热度 其实这也跟活动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毕竟是在澳门 所以国内的网友们并没有太大的关注 以为就是澳门本土喜剧人的组织 毕竟在澳门的喜剧明星屈之可数 可是在昨天 却突然将这个喜剧节给推上了热搜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三个字赵本山 该活动是由开心麻花和澳门文化局联合主办的 作为开心麻花的顶梁柱 沈腾和玛丽自然就是该活动的发起人 沈腾已经是百亿影帝了 她现在在影坛的地位毋庸置疑 只要有她主演的电影 那票房基本都不会差 也就因为如此 麻花传媒 常常让她客串公司的其他作品用来拉票房 这样的做法有利有利 但对于观众而言 却只有伤害 也就是如此 网友们还发明了一个名词 韩腾亮 只要看到关于麻花的电影 基本都要算出一个韩腾亮 然后再决定是否去看这部电影 至于玛丽 她虽然还没有走到沈腾的那个地位 但在女演员当中 她的演技和口碑也都名列前茅 由这样的人当发起人 也足以撼动整个喜剧界 所以后面能够请来如此多的明星作为嘉宾 也就说得过去了 本次到场的嘉宾也数不胜数 就比如王宝强 乔珊 范诚诚 甚至还有大导演张艺谋 不过这些人的出场 都未能掀起太大的风浪 直到赵本山的出现 现场直接沸腾了 在工作人员的簇拥下 赵本山进入内场 现场的其他艺人 都化身为本山大叔的小粉丝 纷纷尖叫拍照 而赵本山身着一身白色套装 头发也全白 再加上走路带风的气势 妥妥的一个大哥 本山大叔的这个出场 让我也突然想起了一首歌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再走到前排C位的地方 其他艺人也纷纷起身 和他打招呼 不得不说 虽然赵本山已经隐退多年 但在圈内的地位只增不减 毕竟他的传媒帝国 不仅仅只靠他当年演的那些小品 今年赵本山已经66岁了 他现在的身体状态 和以前网上所传的 还是有着很大区别 还记得前两年 就在说赵本山身患重病 或许不久就会离开人世 可是从这次出现的精神状态来看 别说66 就算再过20年 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或许也就是如此 不少网友看到赵本山身体没问题后 纷纷表示希望他可以再付出 最好是能够当上春晚的导演 虽然这个想法得到了众多网友的力挺 不过还是有些不太现实 毕竟现在刘老跟大舞台发展也不差 当年和央视的一些问题也早就放下 没必要再进入那个圈子 而且辽宁卫视对于赵本山也都十分支持 每年春晚都会有本山传媒的作品 这次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应该也是看在沈腾和玛丽的份上 在赵本山看来这两人是千里马 所以比较稀才 如果没有赵本山 沈腾和玛丽想要火 至少还要推迟5年以上 当初让二人一战成名的小品 服不服 就是在赵本山指导下改编的 让这个小品彻底走进观众的心里 所以无论是玛丽还是沈腾 也都很尊重这个前辈 看到这里 如果赵本山和沈马二人 联合主演一部电影的话 那估计票房也会大爆 就不知道他们之间 会不会有这样的合作了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